天下掉下來的禮物 真的要特別小心 因為厭遇不是福氣 來看這個案例 臺南市有一個男子 他走在路上面 被年輕的女子搭訕 這個女生跟他講說 你只要花六百塊 就可以提供性服務 後來兩個人 就進到旅館裡面去 不過沒有想到進去之後 這個女生卻趁著 男方洗澡的時候 偷走了他的褲子 跟他的財務 而且連衣服 扣褲子全部都偷走 全部是洗潔一空 這個男的就很狼狽 趕緊裹著浴巾 跑到派出所去報案 珍稀男子帶著年輕女子上旅館 原本以為是天外飛來厭遇 只要六百元成交 沒想到卻落得一身狼狽 下半身裹著一條浴巾 跑到警察局報案 被人洗潔一空 這天來報案是真的 像那隻褲子又兄 他就用打洗魚 菜姓女子趁著被害人洗澡時 涉嫌偷走正姓男子九千元的現金 跟手錶 就連褲子也不留 乍見客人圍著浴巾下電梯 飯店的人也嚇一跳 由於監視錄影器清除錄下 菜姓女子的容貌 警方已經依竊盜妨礙風化等罪嫌 函送檀蘭地檢署偵辦 於是新聞林俊銘 檀蘭市報導 我想我來不可依竊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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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